他因细节远闪祸大九岁老沟,前夫为离祸近身出户, 前三十七岁红的八子在演艺圈中发展, 也许有很多拍了一辈子的戏却没有让观众所熟知, 也许毕业后的第一部戏就是主角一炮二红, 也许遇到一个合适的角色,通过出色的表演让观众记住了他, 并翻看他之前的作品,才知道原来他已经带给大家了这么多的角色, 只是大家没有过多留意而已,他无疑是最后一种的存在, 他就是通过饰演秦苍逆角的演员连一鸣, 他之前所学的专业是比较冷门的京剧,但他是热爱演员这个职业的, 第一后的他选择考入香港无限艺员训练班, 之后担任谋打片子动作导演及武术指导, 爱好表演的他继而转战电视圈发展, 他参演了很多爱国题材的电视作品, 多饰演积极正面的角色, 是一位颇具才华的男演员, 大家也许不知道的是连一名还有一位同事演员的前妻, 他前妻的名字叫做陈小洛, 当年17岁的他进入演艺圈, 曾经与黄逸合作过, 他在剧中饰演老太君的贴身丫鬟, 丫鬟虽身的漂亮, 但有一副快心肠, 用如今的话来说, 就是一个师祖的新鸡女, 这一角色在他的演艺下变得活灵活险, 当时受到了很多观众的赞赏, 21岁的陈小陆去剧组看望好友儿与林依林相识, 之后在拍摄电视剧时再次相遇, 据说两人接触了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就选择成为男女朋友, 之后便进入婚姻的殿堂, 他们之间的年龄相差9岁之多, 在一起十年龄没有阻碍他们之间的感情, 结婚虽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 但起初两人婚后十分甜蜜, 爱情结晶女儿相继出生, 陈小诺更是在家相夫教子, 可是这样的好日子仅仅维持了几年, 在他们的女儿四岁的时候, 两人对外宣布分开了, 后来林依明与杨若曦重新组建了家庭, 陈小诺也重新回到演艺圈发展自己的事业, 她接连拍摄了不少影视剧, 收视率与口碑都还不错,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她在和张天爱合作的网剧里饰演的太皇太后一角, 她在拍戏之余还主持过脱口秀, 如今的她已经37岁了, 前夫连一名重新组建了家庭, 而她在事业上也努力拼搏, 现在也算是大红大紫, 希望她能早日找到幸福吧。